家联健康 关怀维护您的健康 观众朋友又到了我们住在LA的 家联健康单元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了 这位是心脏科心血管疾病的专家 刘秀时刘医师 来跟我们谈一谈心房颤动 刘医师你好 你好Shelly 刘医师我们一般人的正常心跳 一分钟是有规律的 大概60到80次 没错 对不对 但是如果有心脏 心房颤动 房颤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分钟会跳几次 一分钟就要跳到100到175次 这么快啊 这很快的 对的 而且是没有规律的 没有规律的 对 房颤呢为什么叫颤呢 就是因为呢 它的这个不规律的这个 这个起搏的位置呢 是呢 不是从正常的斗性心率的位置 而是从呢 左侧心房很多个部位 一起发生的 然后它是一种很紊乱的 然后心房可以跳动在400次一分钟 那么心室呢 我们感受到跳的脉搏是心室的跳动 它是呢 传下去也是不规律的 所以你的心跳是不整齐的 那么就像刚才提到一样 跳的一般是100到175次 而且是没有规律的 对的 好 那么这个心房颤动 房颤呢 它是心率不整 临床上心率不整最常见的一种 异点没错 对不对 那到底是什么人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会有房颤呢 主要就是说一般的有心脏病的人 那么心脏病最主要引起房颤 就是高血压心脏病 那么呢 比如说你有惯性病 你也有增加房颤的危险因素 半膜疾病 或者是呢 有的人有肺病 比如说慢性肺脊肿的病人 慢性肢气管炎的病人 或者有的人呢 是呢 有那种夜间的呼吸的那种停顿 我们看到就俗话说打呼噜的人 打得很严重的 睡眠呼吸停止症的 对的 对的 这样的病人呢 都会有房颤 增加的可能性 OK 还有呢 就是我们呢 一个可预防的房颤呢 就是说甲状腺功能 比如说有的病人 甲状腺功能 抗进了 那么这样的病人 他也会引起房颤 所以房颤跟这个年龄 有没有关系 太有关系了 太有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的年龄越大 我们的就越容易有房颤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年龄这种因素呢 我们是没法被扭转的 是 就是说一般来讲呢 现在的统计资料呢 基本上80岁的老年人 他呢 有房颤的可能性呢 就是20%到25 OK 好 那么您刚刚有提到房颤的话呢 因为我们一般人是感觉 不太会感觉到自己心在跳 对 那房颤竟然 一分钟可以跳到400次 那这个当事者 自己本身有办法感觉到吗 他感觉得到的 他的感觉到呢 当然说每一个人不一样的 但主要的一些症状 第一就是觉得心跳的非常慌乱 极其的不舒服 就病人经常告诉我说 我心跳的突然乱起来了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就是喘不过来气 觉得气短 觉得就是呼吸 呼吸调整不好 觉得很 也有人是胸闷 也只有人胸闷的感觉 还有人呢 觉得微微的有点头晕 好像要摔倒一样的 就是说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 觉得眼前发黑 我要摔 要晕过去了 就是说 房颤基本上就是这么些 但是说有些病人呢 他这些地方 如果感觉不明显呢 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 觉得劳累 很容易劳累 很容易疲倦 对 尤其是觉得 自己在活动的时候 比如说过去 出去散步 走呢 一个block 两个block 都是没问题的 那么现在呢 就会觉得 怎么我会这么容易累 就是这个 就是症状 那有没有办法自己诊断呢 自己诊断呢 就是说很简单的 简单一行 我们呢都会 我们中国人很熟悉 叫做脉搏 把脉 把脉 对 你都要摸一摸 摸一摸 你自己如果摸一摸的话呢 我建议你 看着时间 对不对 因为有秒针 那个时间 对对对 没错 有秒针的时间 你数三十秒 三十秒 然后乘二 就是你一分钟的脉搏 是 那么你这个脉搏 你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讲呢 是呢 脉要是整齐的 当然中医 还有很多说法了 那么我们 但是呢 对于心医来讲呢 我们这里主要关心的 你的脉搏 是不是规律 OK 如果你不规律 有慢有快 有慢有快 而且这种不规律 是没有规律的 那有的不规律 是有规律的 比如说 五下慢 一下快 五下慢 一下快 那这是有规律的 那么这种 我们说的不规律 真的就是 无规律可循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 量脉搏的时候 在数的时候 应该就是看 整个秒针 然后跟整个秒针 比较有规律的 这样子来数 对对对 当然你数的时候 你就要数多少次 对吧 然后呢 那你数的时候 一个是你能够数出 你一分钟有多少次心跳 再一个 你能感受到 你的脉搏 是不是有截律的 那如果发现 自己可能脉搏 跳得特别快 或者是没有规律的话 那我们下一步 是要做检测了 一点没错 就是说 你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要求呢 您到家庭医师那里 或者是到心脏科医师那里 去做一个 第一个就是心电图 OK 很多人都很熟悉心电图 也很简单 连上了那些呢 就是小岛连之后 然后呢 就会 我们叫做十二岛心电图 这样的话 就是诊断防颤的方法 OK 这个就是记录下来 有的病人呢 是由于别的原因的原因 他说我有心气 到医生那里 然后呢 医生让他带一个 24小时的监测的心电的图 那么那个 很多病人诊断防颤 是那种方法诊断的 所以您会看到这些报告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这个病人 他到底有没有心防颤动的问题 是 那么这个防颤它不会致命 对对 但是它会引发很多其他的疾病 是的 防颤最主要的 它对我们身体健康最大的危害 就是引起中风 这个道理呢 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你想我们心防呢 正常情况下 就像Shirley一开始说的 应该是60到80次 或者最多不要超过100次 安静状态下 它是在收缩 但是呢 你防颤 心防跳动400次一分钟 它是没有收缩的 所以这就是这个 它是在颤动 所以在颤动情况下 血液不正常的流动 就会容易形成血栓 那么血栓形成之后 如果它到了大脑里面 那这个就是中风 所以它会引发中风 对 会引发其他的心血管疾病 是的 然后呢 比如说有人 有的病人心脏 比如说如果有其他的疾病 打个比方 一关心病 那你有防颤的情况下 就能够使你更容易发生心衰 那如果已经有心衰的病人 如果你有防颤 那么你的心衰的症状 就会加重 这个有没有办法 这个治疗 治疗呢 防颤呢 是可以治疗的 防颤的治疗呢 也是分为呢 两大项的 一项呢 就是我们对于中风的预防 就是一般来讲呢 根据呢 病人有多长时间 那么中风呢 我们给病人呢 吃Aspirin 或者吃呢 让血管呢 吸食血液的药物 还有就是症状 症状可以吃药解决症状 有的也是电击的方法 还有一种呢 是呢 就是说电烧的方法 所以您刚刚有提到 吃药解决症状 表示它只是减轻你的症状 而不是完全地根治它了 一点没错 就是说它呢 要想根治 就是我刚才提到 说可以电击把它电击 然后呢 还可以呢 电烧 电烧的方法呢 用我们呢 就是说 专业的术语呢 叫射频消融 OK 然后呢 电烧的方法呢 这样病人就把那个 病灶把它消灭掉了 OK 所以具体的问题呢 还请您呢 向您的心脏医生呢 多咨询 不过刘医师 您本身是电烧治疗的专家 对 我是专业是在这方面 成功的几率高不高 成功的几率呢 也是根据您是哪一种类型的房产 你越是这种振发性的房产 那么你的成功几率就越高 就越高 振发性的房产 成功的几率在85到90 那么如果你是持续性房产 也就是说的慢性房产 那么你的成功率 那么是55到60左右 OK 怎么样子预防这个新房产动 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吃药 今天有做治疗 对 它会再复发吗 它呢 有复发的可能性 因为它也就是像防产呢 就跟高血压一样 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所以我们要准备好这种呢 就是说 不是说像感冒一样 吃了药会好了 我不需要吃药 防产呢 很多情况下 比如说电烧之后 如果您能够完全保持 没有防产 那就不需要吃药了 但是有的病人 大多数病人 他还是需要吃药 所以我们还是要预防它复发吗 对对对 所以预防的话就是 就是还是要药物治疗的 还是要药物治疗的 OK 那平时就是像您讲的 如果会有高血压啦 有高血脂的问题 那就要控制好 对 尤其是血压的问题 我们推荐病人的血压 一定要控制好 因为血压对防颤的这个 这个应该说是 最大最大的危险因素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要强调 新防颤动是不会致命的 可是如果 它比较容易让你产生中风 而且如果你本身就有 西防颤动的问题的话 可能你中风的几率 是比一般正常人高五倍 对不对 对的对的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 维护好自己的心脏 因为心脏就像一个隐情一样 如果它停了 真的就什么都停了 是 对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刘医师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 关西防颤动方面的积序 谢谢您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